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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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菲律鑛 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人要說話的 就是去補強的 李宗盛會說認真的去直 和認真的去政治化是甚麼來的 我交給你 好 謝謝你 現在時間關係會很快 解釋一下主要是從最近的 香港共同論的一些討論進入 對這個港大事件 平民論事件和領大鬼人口等 我們都引起一些公共上面的爭議 其中一些講法就是 因此會提出大學應該可能要非政治化 或者是去政治化 又或者甚至是應該要依法去直 一些香港官員大概這樣合 我們從這兩個觀念開始去幫忙思考一下 作為一個大學的學者 我們可以怎樣去回應 同時引申 我們應該怎樣去表達當下 埋紅未來的就這個院是主的問題 我會從這兩個觀念很簡單講一講 所以政治化非政治化 有兩種理解 一種理解就是政治其實是一些行為的認識 例如說 何時叫人非政治化 例如見到有包圍 學生包圍也好 或者是私生遊行 好像港大那樣 就是黑豪遊行 或者是最近那些 講這個 關於工人和諸方討論的一些議案 提出要揮割這個 譚會委員會揮割這些行為 全部是被理解成所謂非政治化的政治 即是本來就是用一些行為的一些形式 來定義政治 或者是洩密 這些行為的形式 非政治化就是沒有這樣做 他的意思是 但同時我們另一種理解 就是會覺得政治化 就是我們越來越多人大政治 可以進去大學做學校 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重要的人民 或者是政黨的人員 或者是被認為是糧粉的一些 身份進入了大學 因此呢 非政治化就盡量減少這些 那這兩種的講法其實都很奇怪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 如果是政治化的一些行動形式 其實這樣從保障院校自主 就是叫人非政治化 其實都是想保障院校自主 但是如果有一些行為形式 可能本身是保障院校自主 剩下的唯一的行為形式 譬如說當各種過去所謂被為 不知有效的形式 都不是很處理懂現在的矛盾 衝突的時候 有些行為形式 包括行為規格也好 或者一些遊行等等 可能是剩餘的一種 院校裏面要見我保衛的一個可能性 要求這個不可以有這種政治化呢 其實跟院校自主可能是不同的 這是第一個我們可能會思考的 第二個如果我們理解的政治化 是指委任一些所謂濃烈的政治背景的人 當校委或者校長這樣 其實非政治化呢 其實可能會涉及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鼓掌院校自主 合作自由呢 沒有意義大於所謂大學和社會的關係 因為院校自主又不會說 是要求到完全沒有枉管 就是我們剛才都會討論 始終大學是一個公共的機構 亦都受公共的監管 因此又不可能隔離於社會公共 那怎樣可能引入一些公共的聲音 大學以外的聲音呢 我們堅持了很多各種的考慮 有濃烈政治背景是否一種考慮方法呢 很依賴像同樣張月光 我剛才剛才講的 如果是一個有民選制度的 鼓掌這些有政治背景的 本身都是有民意授權 鎮入作為一個民意代表來監察大學 是代表整個社會 那是否可以比較容易接受一些呢 所以討論其實是人生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我包含了這兩種理解 很簡化的一個非政治化 其實沒有處理這些問題 還有第三種非政治化或是政治化 其實如果政治化我們理解 一些實際討論 譬如說聽Ren說的一種公共政治參與 這一種其實政治化就是一個公共討論 一個公開辯論的過程裏面 令到一些矛盾或者一些不同的想法可以得到處理 那這種其實很奇怪的 就是沒有理由要求非政治化 但是反而可能要求多一點這些公開透明的 經過公共辯論底下可以做一些資源的分配 決定的分配 不是這樣的意義上面講呢 要求非政治化其實可能是莫名其妙的一個 是發的 第二種呢 因為關於女兒校的自主 是什麼意思呢 女兒校自主其實很簡單的兩種意思 一個就是外部 就是保衛於不好給外部 一些非依據的學俗原則 或者程序去處理問題的一些方式 去入侵院校 然後就會令到學術那個機構的性質去變質 那這種就是保護外部上面 那至於怎麼可以保護這些外部上面呢 可能我們需要一些診則 令到一些院校可以完全信服這些外部 非以學術規則或者程序處理問題的要求 進入學校關於他們的決策 那第二個呢 就是內部的院校 我們未清清楚的院校包括什麼 其實是有一班不同的 包括教師 學生 甚至行政人員 其他工作人員 甚至校友等等 那這裏這麼多不同的 都是一方的 持份者之間構成的這個院校 怎樣可以產生一個自主呢 那很可能回去剛才 都可能需要根據一個公共的討論 公開透明的程序去產生一些決策的方式 那那種呢 其實就是 我們講的 一定是要根據學術的原則 或者是原理去做 什麼學術的原則原理 稍微是很普通的 就是起碼我們要依賴這個實事投資 我們要有見有據的 也都是講乎這個 是不是合乎 理論或者符羅吉的 我們一定要是 理性的公共平台去談 就不是根據一些個人喜好 或者一些修正的道德價值 甚至外在的一些評券 有用沒有用的一些重則等等 不是這樣去處理的 那所以說 如果是這樣 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 現在大學裏面的院校自主 就可能要回去 有些人的提法就是 我們要編法去席 這個是莫名其妙 因為現在的法例 大學那個監管法例 其實是來自殿民地的歷史 因為如果依它法 其實就是依賴殖民地的方法 去席便是何不奇妙 所以必要條件 如果真的想去席 一定是要修法 但修法只是必須條件的 即是你要離開這個殖民法例 但走去哪裏 是否一定可以令到我們去席到的收法 我們一定要想回 所謂殖民的那個性質 是甚麼東西 要針對這個殖民性質 減低這個殖民性質的收法 才可以去做它 那殖民性質其實不是 僅僅是一種殖民地 或者是所謂後殖民理論的討論 都很清楚 就是 canonality 和canonality 是兩種不同的性質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思考 應該不是僅僅是政權的轉移 去回歸 解決到這個很清楚 也不是國屬上的權力的交替 而是過去殖民經驗裡面 怎樣影響我們人和人的關係 我們的生活的方式 我們的知識生產的過程 我們的文化價值 甚至我們的自我形象 都可能要徹底檢視 很簡單就是所謂殖民 或者被殖民 其實是一個所謂主人和奴局的關係 是要超越或者解放這個關係 才有可能去解決到這個殖民性 所以收法的方向其實要針對這個部分 那怎樣可以處理這個部分呢 其中一個是需要做出一個條件 緣校自主的條件 緣校自主包括內容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則就是 所謂right non-conformity 起碼讓有些人如果不是根據議員做的 大眾想去做 或者是上頭來自外力想去做的事 他都有一個權利的一個條件 保障他可以不依附 我們是一個國雅大學來的 我們是想國雅作為我們的目標 或者發展各種方向 我們可能不需要依附外面 現在說科技發展很重要 整個香港應該持有這個方向 我們就要尋幫助這個方向呢 這個就是所謂軟下主持 但是要保障這個right non-conformity 我們需要一些法例上面 程序上面的保證 其中包括特首在校監 或者找人權力 是不是應該由他完全決定呢 如果由他有70或者80等等 是由他決定 而他覺得什麼是重要方向 我們才會發展的 這個就可能保障不到 我們所謂right non-conformity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覺得 就是今天我們的討論 就是再推向同學說 又好或者是 將日方提的一部分 提供少許一些概念上 或者理論上的一個支持 就大概是這樣 好 你可以擺放